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我爸妈在我高中一毕业就离婚了 说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 才拖到那时候 他们离婚后 我妈一分钱没药就远走他乡了 自然我这个脱油瓶就是跟着我爸一起生活的 想后呢 比我幸运 至少他爸妈没有离婚 虽然他也是在爸妈的吵闹声中长大的 但至少他有妈疼 有爸爱 我嫁到他们家也不算严家 开车回去也就一个多钟头 在没人介绍的时候 把他夸得能上天遁地 无所不能 他的父母感情不和 我们其实早就有所耳闻 只是那时候觉得 我就算和他结婚了 那我们又是一辈人 我是跟蒋浩过日子 不是跟他爸妈 我爸刚开始也是不怎么看好的 但是又不好搏了没人的面子 人家是好心介绍 我爸说 既然人家好心介绍 就让我象征性地去见一面就好了 后面他出去去说不合适就行了 可我爸怎么也没想到 我不止没有拒绝蒋浩 还被他所感动 蒋浩在我们结婚之前呢 对我是无微不止 体贴入微 接我上下班 去我家帮我爸做农活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颠覆了他在我爸心中不靠谱的形象 也成功地俯获了我的心 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订婚也就半年的时间 我爸总说让我矜持 我们进展快乐 爸 你可别忘了 我都是28的老姑娘了 再慢一点就没人要了 确实在我们那里 28岁还没结婚的姑娘 走到哪里都是被人指指点点 都觉得是有问题才会没人要 订婚的时候 蒋浩用他攒了三个月的工资 给我买了首饰 总共也就四千多块钱吧 我们是小县城 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千八多一点 除去生活费 人情往来也攒不了多少钱 彩礼呢 是我爸提前跟我商量好的 只收了8888的彩礼 他说图个好彩的就行了 都是农民家出身 不容易的 确实蒋浩家他是老大 家里还有个弟弟 眼瞅着也到了失婚年龄 家里都是农村的 也就没有了那么多的牌畅 怎么简单怎么来 蒋浩总是说委屈了我 等以后挣钱了 一定给我补回来 订婚宴上 两家人表现得都很满意 我爸那天喝得有点多 他喝多了不洒酒疯 但是话多 他拉着蒋浩的手说 好啊 以后你就是我儿子 你爸妈也多了个女儿 杨杨他哪里做得不好的 你们可要多担待呢 总之就是那几句话 一直在重复着 然后在结束后 公婆俩人见我爸喝多了 准备让蒋浩送我爸回去的时候 我爸突然拉着公公的手说 亲家 今天让你破费了呀 杨杨以后 就是你们家的一口子人了 以后有啥做得不对的 你要替我教育 哦 对了 还有啊 你们放心 彩礼这个钱 我是不会自己用的 等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会给杨杨 就当是给他们小家的启动资金了 我清楚地看见 我爸眼眶微红 不知是喝多了 还是不舍 我也很意外 我爸当着公婆的面 说要把彩礼留给我 彩礼这事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八千八百八十八的彩礼 在我们那里 只算得上别人的领头 我就算是穷死 也不会动那个心思 订婚的时候 早就把婚期确定好了 中间隔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用来装修婚房了 蒋浩家的房子 是新修的平房 一共四间 他们俩兄弟一人两间 在买家具的时候 婆婆来忽悠我 准备把我订婚那天 收到的红包和改口费 要回去填补着买家具 我一口回绝了 我说都存在银行了 死期取不出来 婆婆一直不信我 觉得我在骗她 怎么可能为了那两千块钱 去存死期 我准备强行解释一番的时候 蒋浩出来了 她竟然帮我说话了 还当着我的面说 婆婆不该这么为难我 钱不够 她会想办法的 当时给我感动的呀 觉得我总算遇见了对的人 到结婚那天我才知道 她这是在憋大招呢 在她眼里 两千块钱远远不够 跟她妈就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在他们家装修整个过程中 我是一毛都没出 只是偶尔过去帮帮忙 干干苦力 并不是说我铁公鸡一毛不拔 而是在我心里 我觉得女人不管别人怎么做 你心里得有个分寸 不要一时被爱情冲昏头脑 我只是订婚 房子也没我名 我干嘛要去倒贴他们家 后来在房子装修好后 我们准备婚礼 在我们那里 结婚是大大大事 要大摆宴席热闹三天 不止男方家 就连女方家也是一样的 第三天的时候 才是结婚的正日子 按照我们家那里的习俗来说 在结婚那天 两家人送我过去的每个人都有红包 而且在男方家过来接亲的时候 也要给我们女方家里的至亲发红包的 可是这些啊 对于蒋浩家就是一句话 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习俗 我们那里没有呢 这些小细节呢也无所谓 红包我们家还是出得起的 为了不失面子 结婚那天的红包 全是我爸找人包的 可是后面的事 我是忍不了了 蒋浩来我家接亲的时候 在我出门的时候 我爸给了我一个红包 里面是一张卡 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死活不要 可我爸说 这是护身钱 不管谁结婚 父母都要给女儿的 说完还给了蒋浩一个红包 希望我们两个以后 好好过日子 我爸亲自送我上的婚车 我不敢多看他一眼 我怕我绷不住 婚礼是在他家大院举行的 说是酒店里不热闹 也确实没有家里热闹 当我们被拦婚车的 一帮人拦下之后 车窗打开 全是伸手要红包的 不给红包就收拾蒋浩 蒋浩一脸委屈地 向我发出求救信号 老婆我不想挨揍啊 你那里还有红包 就散出去给他们吧 我出门的时候 我爸确实给了很多小红包 我也没多想 就给他们散了 一帮人起后闹了会儿 婆婆过来说 快准备准备下车 别耽误进门的及时 坐在头车的闺蜜提醒我说 杨阳 他们这里下车都不给红包的吗 我一想是啊 我虽然没结过婚 但是我见过的也不少啊 下车都得给红包 可是蒋浩和婆婆 硬是没有要给红包的意思 红包多多少少都是心意 也是个意思 但是至少得表示啊 这是想给我下马威还是啥 我没有开车门 给蒋浩一个眼神后 她好像明白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终究还是问她妈拿一个红包给我了 在我们顺利举行完仪式后 屋里还坐着好多远地方来的亲戚和邻居 我换了身舒适的衣服 刚从卧室出来 蒋浩走过来 跟我伸手要那彩礼钱 老婆 彩礼钱带过来了吗 我记得咱爸说要给你用的 你拿出来先给我用用 我给厨子喝买的酒钱 她说得理直气壮 我给了她手上一个巴掌 什么彩礼钱 你都说的是彩礼钱 你见过谁家结婚当天 问媳妇要彩礼钱的 我没钱 旁边坐着的人瞬间都安静了 蒋浩可能觉得有点尴尬吧 她突然笑着说 哎呀 我就是和你开玩笑的了 你看把你吓的 就在这尴尬的瞬间 活泼叫我们去敬酒 等结售的时候都晚上十一点多了 我已泪瘫 躺在床上只想睡觉了 蒋浩端着一碗面进来 拉我起来让我吃点东西 别饿着睡觉 我起身接过来吃了几口 蒋浩便开始了她的演讲 媳妇 我现在是真没钱了 我知道咱爸给你钱了 你先拿出来借我应个急 我给你写钱条行不行 没钱没钱没钱 你要我说几遍呢 我爸给我的那是护身钱 你就别想打那个钱的主意了 我知道 她说的什么借用啊 应个急啊 打倾条啊 那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要是把这钱给她 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那一晚 洞房花竹夜 我和蒋浩却因为彩礼钱 大吵了一架 甚至说到了过不了就散伙呗 反正还没领结婚证 第二天 蒋浩可能跟婆婆说了这个经过 大清早的 婆婆就跑过来献殷勤 先是对我说好话 然后再到我面前哭穷 说她有多不容易把他们带大 现在还有个弟弟没有结婚 让我把我爸给的护身钱 先拿出来给家里用 后面等弟弟结婚了 他们二老不会亏待我的 我死都不答应 好不容易熬到回门的时间 带着我爸给我的那张卡 回了娘家 交给我爸给我保存着 回门的这两天 我一直在想 这段还没开始 就一地鸡毛的婚姻 真的没必要继续走下去了 再过下去 还不知道能成什么样子 鸡是止损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